父亲最后的那辆脚踏车是幸福牌的 从此以后,几乎哪里出现这款幸福牌早期男女两用的脚踏车 我都会去看一看 我对铁马的热情源自于失踪的父亲 单车师切记,主角小陈的父亲丢失了单车 而他的父亲也随着这台单车消失 小陈开始寻着线索找寻父亲的单车 借由收集各种幸福牌脚踏车的机会 认识了喜爱收藏旧货的阿布 富爱古董脚踏车的小夏 以及放有那辆酷似父亲幸福牌脚踏车的咖啡店店主 热爱摄影的邹族青年阿巴斯 阿巴斯的父亲巴苏亚 是台籍日本兵 年轻时参与了银轮部队 骑着脚踏车在缅甸打仗 小千老师告诉我要渡海打仗的话 运送大量的装甲车和机动车辆是困难的 但自转车相对来说就能带上不少 巴苏亚回国后不再提起战场上的事 阿巴斯带着小陈回到波洛 找寻父亲过往发生的事 透过阿巴斯父亲的录音带 作者吴明义带我们走进缅北 一场人们与动物森林同遭伤害的战争 重现眼前 机动器具在暗无天日的森林里几乎无用 加上汽油渐渐减少 包括马 骡子 牛 大象 便成为师团运送资众武器的重要工具 他们在丛林中行动时更隐蔽 饲料也能就地取材 饥饿的时候可以充当我们的食物 真要逃命时也可以无所顾忌地抛弃 阿巴斯向小陈坦言 单车并非自己所有 他来自前女友的朋友沙宾娜 沙宾娜则说 车子来自于静子小姐与她的情人莫先生 静子小姐跟莫先生相似于动物园 在战争最频繁的时代 动物园的动物与人有着最深的情感 小时候就读国语副小的静子小姐 曾看着老师为了安全原因 牵着养在学校 信任自己的心心一郎 走进了动物园 那之后 老师几乎日日都到动物园报道 陪着一郎 那天学校下午停了课 在阳光与树影下的赤石大道上 小学生们看着浙井老师 牵着一郎的手 像一堆父子一样 像一队父子一样往动物园走去 伙 здоров的柔软红毛 雅刃一郎的柔软紅毛 在阳光下闪动着奇妙的光泽 它人力的后肢 威为 William 婪称 欧自行 让还不是很懂 别离为何物的孩子们 第一次体悟到感伤 镜子小姐的情人莫先生 是从中国前往缅甸作战的国民党军人 和巴苏亚一样 他们都曾在缅甸打仗 曾经敌对的人 如今和平地共同生活在一座岛上 吴明毅透过对单车的书写 思考了战争对人与自然的影响 除去战争的残酷 在战争中也有人性的光辉时刻 战争到来 为了避免动物逃出笼子伤人 必须将动物杀害 然而有一群人 偷偷地将动物园的大象藏了起来 努力寻找粮草 希望给大象活下去的机会 《单车诗戒记》的作者吴明毅 以小说散文文明 并获得国内外大奖无数 曾以长篇小说《复演人》 或《法国岛屿文学奖》小说奖 并以《单车诗戒记》 入选英国《曼布克国际奖》 吴明毅在《单车诗戒记》 书末提到 那是无法好好哀悼的时代 写这部小说并不是基于怀旧的感伤 而是出于对那个我未曾经历时代的尊崇 以及对人生不可恢复经验的致意 这些物品所存活过的时代 先有人谈论的历史 透过物的公益史与角色的回忆 重新呈现在读者眼前 想更了解台湾这座岛屿曾历经什么吗? 跟着无名义的《单车诗戒记》 来场重新认识台湾的旅程吧